大家好,我是陈子 两个小朋友说好久都没有吃香香的鸽子了 今天给他们安排了石油乳鸽 最近天气很好,所以蔬菜的价格很便宜 这个辣椒才两块钱一斤,买一点回家炒 这个叫什么瓜来的,我一下忘记了 经常拿来煲汤的,今天买一条回去焖虾米 这种海米拿来焖瓜,味道很鲜的 清洗一下,然后放点水给它泡着 以前我不认识这种菜 然后后来我拍了一次,很多人说这个叫盐灰菜 煮汤特别好吃,所以我买了一把 等一下切几片猪肉煮汤 其他的就剁碎,用来蒸鸡蛋 我买的鸽子是中鸽,25一只 已经叫老板帮忙处理好了 起锅烧油,把清洗干净的鸽子放下去煎一下 这个角生的滋滋的,看到心里都有点发毛 等一下也不好盖锅盖,所以我给它剪了一下 煎黄之后放点姜片,多放点生抽进去 加点米酒去腥,再放一个葱结进去 浇适量的水,盖上盖子,小火焖半个小时 然后我们来把猪肉剁一下,如果懒得剁 也可以直接用绞肉鸡来打 浇生抽蚝油 适量的盐,胡椒粉,再来点花生油 这个是葱姜水,把它倒进去 这个猪肉这样腌制用来做丸子也很好吃 但是一定要给它搅拌上进 搅拌好之后铺到盘子里面去 打入几个鸡蛋进来 水开上锅蒸10-12分钟左右 具体的时间可以根据肉的厚度来调整 蒸熟了就行 鸽子焖熟之后把盖子打开 把汤汁收一下 收汁的时候可以尝一下 如果味道够了,汁就可以不用收得那么干 这个鸡油乳鸽真的又简单又好吃 你们也可以试一下 我们家两个小朋友都很喜欢吃 起锅烧油,把泡好的海米倒进去炒香 炒干水分之后放点姜丝进去炒香 就可以把切好的瓜倒进去了 昨天买的时候我还知道这个瓜叫什么名字 今天配音就是想不起来它叫什么名字 放适量的生抽和一点盐来调一下味 然后再放一点水给它焖一下 大概焖个3-5分钟左右 把它焖熟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瓜吃起来有点甜甜的 平时我喜欢用它来煲汤 这样炒也挺好吃的 这里是我提前腌好的瘦肉 把它放进去煮熟一下 再把栽洗干净的盐灰菜放进来 很多人说这个菜拿来凉拌也很好吃 下次看到有新鲜的我再试试凉拌 加一点花生油跟盐来调一下味就可以了 这个汤我也是第一次喝 味道还不错 这边的肉末蒸鸡蛋已经熟了 加一点葱花来配一下色 然后放点花生油跟蒸鱼石油进去 非常适合小朋友吃的鸡蛋蒸肉饼就完成了 我再来做一个非常适合我吃的 辣椒拍一拍 然后再切点蒜和生姜 起锅烧油把拍好的辣椒放进来炒一下 炒到辣椒皮有点焦焦的了 就放一点豆豉进去 然后把切好的姜和蒜也放进去 翻炒几下之后 加适量的生抽 蚝油 一点盐 再来点鸡粉调味 这道菜虽然做法简单 但是下饭真的是一流的 菜全部搞定了就可以开饭了 都会吃饭了 然后再来吃饭了 感谢观看